很久沒有賣偶像商品了 現在不賣 你要再等十年嗎 沒有 我不確定我會不會有 沒有人要去排隊是不是 大家都不想上廁所 好啊 那我們就來看幕後花絮啊 會不會跟台北廠一樣呢 其實沒有幕後花絮 大家好我是海狗 我現在在高鐵台中站 我們今天晚上要迎接 牆辯三明山的台中廠 幫我錄影的是我們這次的視訊科學 那我們剛剛一下高鐵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來高鐵站的廁所大便 大便這件事情呢 也是有分實力的 我只花了一分鐘 就到了 柯鵬花了十一分鐘又四十六秒 不過他大便的時候也沒有閒著啦 大便的時候還在 上Ebook 一分鐘 十一分鐘 iPhone 6 iPhone 3 OK Mabu Pro iPad 你是iPad啦 我隔離 我隔離你三輪車 這樣 現在我們慢慢前進 要去哪裡呢 我們也不是去會場 我們今天特別找來 就是因為我們想去台中看一場電影 對 那你們可能會很好奇 黃牛跟小紅呢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我的仆人們 他們下午會幫我 把我的琴 帶來 就是開車帶來 這是仆人該做的事 主人 就是大高鐵 主人 仆人 主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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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今天很高興 這個大家 來看我們三天三的演唱會 演唱會順利的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今天表現怎麼樣 我今天起床的時候呢 就是 自拍了一下 我起床的樣子就是這樣 對啊 我就是目前都在 就是這裡大家看到的 目前最主要 好啦 反正呢 為什麼要錄這段影片 就是因為我們要跟大家聊聊天 因為 因為 柯虹沒有選好幕後花絮 所以我們只好再多深一點 內容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就是在變移動的過程 邊跟大家聊天 首先我們要先找到這個出口旗號 因為我們要去搭計程車 我們要去看電影 我們先看什麼電影呢 我們要看劍爹橋 因為我跟湯姆康克是好朋友啦 所以 他電影上映我一定要看一下 小湯嘛 小客啊 對不對 啊 隨便跟大家宣傳一下好了 這個 欸我找一下七號 七號在那邊 跟大家宣傳一下 這個 牆面最近的演出劇也是蠻多的 我們11月 我們11月24號 我的仆人 黃牛 他生日啦 今年39歲了 不年輕了 所以 他辦了一個這個 南科春夢 南科一夢 南科一夢 這南科一夢是意義很深刻的 要告訴大家 黃牛今年 39歲 他做夢做了39歲 做了39年 那這個 所以辦了在南科一夢裡 演唱會 雖然是個人演唱會 雖然是個人演唱會啦 對 也是單飛的徵兆 不過我和小猴 還是會到場支持他 如果他要飛 我們也會適時的 拉他一把 讓他飛不好 這是這位團員應該做的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黃牛 這個個人演唱會啦 在公館的河岸 在公館的河岸 我們也會去祝福黃牛 祝他45歲 不然就是39歲 生日快樂 好的 這個跟 英科宏的要求 他要為一個金鐘入圍者 來評斷一下 小猴跟黃牛的演技 小猴 一個字 爛 黃牛 一個字 爛 海狗呢 爛總之爛 沒有啦 好啦 認真的講 小猴這個 我一直覺得演戲跟 打球 跟寫字 都看得出一個人的個性 那小猴呢 他就是一個 他骨子裡就真的是一個Rocker 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表演是比較外放的 他很明確 他的動情都很強烈 是一個充滿能量的演員 那黃牛呢 相對的他是一個心思很細膩的人 所以他很多東西 是走比較 內臉型的 你懂嗎 內臉型的 那 生氣快樂難過 都是比較內臉型的 所以他可以適合去演一些 比較這個 內心型的角色 對 或者是 躺在病床上的植物 這應該大家都演很好啦 就是睡覺就好了 那 海狗呢 本人啊 本人是一個 嗯 比較怪異的人啊 就是 嚴格山來講 就是 精神不是很正常的 所以 滿適合去演一些 就是 娘炮啦 風姿啦 神經病啊 什麼 對對 其實我一直都要演這些東西 齁 除了米亞心以外 其實我覺得我們三個是有機會能夠演戲的 對 就是成為台灣唯一一個 身兼樂團跟演員的 團 是有可能的喔 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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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總之 表演的評論這樣子啊 我們希望我們將來大家都能夠找到自己 最適合的天空 那跟大家解釋一下三明災難 三明災難就是劇場的一個名詞 就是 告訴我們說演出要開始了 這一項真的牆邊準備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次的設計 那不喜歡沒關係喔 不是說粉絲就一定要喜歡我們做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給我們建議 那我們希望明年能夠再做新的專場 做更不一樣的東西 對 反正呢 就是這樣子 很謝謝大家來看今天台中場 那 希望高雄場也會有 如果大家覺得不錯呢 我推薦請友來看 那高雄場也會有更勁包的彩蛋 估計能夠把黃牛上廁所的照片拍下來 大家在Facebook上瘋傳 OK 大家掰掰 下午多了喔 要去排隊囉 記得我的美麗時光還有團體 不要再讓我們等十年了 真的沒有了啦 要去高雄看才會有啦 你看沒有了吧 嗯 我可以給一場燈了 謝謝你們 謝謝